着陆solo的朋友们大家好 我是鸾云平 说着陆完团中 德云斗校舍的感受 以及给自己带来的变化 其实没有多大的变化 只不过大家之前对我不是很了解 因为原来我也是这样的 不工作的时候 基本没有严肃的时候 工作起来比较严肃 所以给大家的感觉和人设 就是特别板着脸 不会乐的一个人 但是接触时间长了就知道 我是一个并不严肃的人 在德云社里你最宠谁 没有最宠谁 谁找到我我就宠谁 我谁都挺宠的 就是如果要是有人 有困难让我帮助一下 也许跟着不得很熟 我也会帮助他 谁在依恋你 依恋我 没有太依恋我的吧 也没有不依恋我的吧 他们没事的时候 他们都不依恋我 他们只要有事都找我 他们都挺依恋我的 会做什么 那就是瞎聊天 然后就吃着喝喝 要不然就是打游戏 玩牌 喝酒 那谁最喜欢传局呢 远远鹏 烧饼 这都比较喜欢传局的 我一般都是等着叫的 远远鹏老说我现在必须得 我要定期的去传局了 因为我老怕影响人的工作 因为大家都很忙 所以能传的一块的时间并不多 然后就会很费事 给这个沟通 给这个沟通的 我会显很麻烦 所以我基本上都是那个等信的那个 不考虑参加下一季追光吧哥哥吗 不考虑 这个你得 不能什么 什么活有钱你就去啊 你得看适合不适合这个节目 而且我确实也不太适合 追光一蹦一跳一唱 我还很短板 扬长臂短嘛 作为学霸 回忆当年学相声 会比其他人更顺利一些吗 首先我不是学霸 这个学习并不是特别好 学历也不是很高 真不是客气 学相声还是要以兴趣出发 如果你要是喜欢 不管你的文化水平怎么样 你都会学得很快 开窍要比别人早 因为你就是爱好 所以跟学霸不学霸 并没有什么关系 一定是爱好 你好像很喜欢 接触新鲜事物 最近有没有发展一些新的爱好 这个还真是 我现在还比较爱 这个接受新鲜事物 比如拍杂志 人家说穿个稀奇古怪 在我眼里比较稀奇古怪的服装 现在我都可以接受 因为不要太闭塑 这个人是要融入这个时代 和融入这个社会的 不要老太 以自己为中心 有这么好的平台 有这么好的时间来去尝试新鲜事物 对于自己的相声和对别的工作也都是有帮助的 现在没有太大的 我主要是靠人带的 我要自己去主动去接触新鲜事物还是很难的 旁边有好朋友 或者是你来 你尝尝 你试试 我会慢慢的去接触 现在粉丝见到您称呼最多的女子是 没有什么特别多的 好像现在是 叫鸾队的 鸾队比较多吧 人都以为我是刑警 好多人一介绍这是鸾队 您是刑警 是吧 我说不是刑警 不听向上人不知道鸾队是谁 粉丝叫什么都行 不要求粉丝 用简短几句话总结一下您在这些年作为总队长的工作吧 只要找到我的事 基本都是大事 然后我的态度就是一定要交作业快 现在比以前的工作要顺利和简单的许多 原来我们经常是夜里两三点在处理事 这种情况越来越少了 因为可能我身上现在睡得比较早了 所以他就不大半夜找我了 越来越简单 越来越省事 大家越来越配合 如果让您给德语女孩们推荐中国旅游圣地 您会推荐哪里 一定要去有分社的地方 我们能开分社的地方都是好的地方 对自己的徒弟有什么要求 没有太大的要求了 原来我比较严格 现在有的时候我也睁眼闭眼了 因为那是人的岁数比我小那么多 有的东西我都不太懂 所以不要去磕磕他们了 现在这个时代应该是年轻人的时代 观众也更爱看年轻的 慢慢的我们岁数也大了呢 离退出舞台呢 虽然说还比较远 但是慢慢的也会是配角这样的角色了 现在越来越放开了吧 让他们去大胆的去也是融入一点新鲜的元素 让他们也多进步 接下来还会有新的拍摄计划 这个主要是我们单位这个两个情形喜剧吧 一个是这德语马硕一个是那个叫 暂定吧叫北美陆甲一号吧 目前就是这样 但是后来也有几个戏啊 去找也就是串一串 由于这个演技也是一般化 然后流量上呢 也是稍微也是差一点 所以我还不太敢去当男一男二之类的 你找到我 我都这是直接是商量的 但是呢 要是钱太多了呢 也可以去 然后基本就是男三以客串为主吧